好,各位同学,我们接下来看到2-1关于指数的函数的一些章节 那我们要先把我们的指数的一些性质及运算的部分呢 这些都在高1的时候曾经上过,我们先做一个复习 以免用到的时候又忘记了 我们看到这边的一个介绍 A的n次方式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这个A自己乘自己乘了n次的一个乘积 也就是说A乘A乘A乘乘乘乘有n个A做相乘 会写成A的n次方 A的n次方 再来第二个,我们叫做什么呢 这叫做负指数会变成导数 我们的口诀是负指数会变成导数 那公式写过来的话是A的负n次方 会变成是A的n次方的导数变成分之1 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A的0次方会等于1 那这个地方请注意 我们这个A必须要不等于0 那我们强调这叫做什么呢 这叫做非0的一个什么,底数 当我们底数不是0的时候 那它的任何数的这个0次方就会等于1 A的负n次方会等于A的n次方分之1 叫做负指数变导数 负指数变导数 好,再来也是蛮常看到 就是所谓的有理数的指数的话呢 那就变成什么 这个地方可以注明一下 这就说它会变成是一个根号的形态 当我们的次方,我们的指数是一个有理数 也就是分数的时候 它就变成是根号 那我们看到它的说明 那底数A必须大于0 我们待会来解释 A的n次方根的时候呢 就写成A的n分之一次方 注意 第一个是说 把这个A去开n次方根 开n次方根 那么我们就会写成 A的n分之一次方 好,那你要记得 写在根号外面这个次方 就会写在分母就对了 所以如果它是A的n分之m次方 这个时候分子的次方会跑到那里去 注意哦 它的想法就会变成是 整体这个A的n次方根的m次方 那所以这个m次方就可以写到 这个底数的里面 变成A的m次方 所以分子在里面 分母的次方就在外面 这个我们叫做 有理数 也就是分数指数 它的结论会写到根号 那刚才强调这个底数 大于0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像这个地方 负8的3次方根 我们会直接写成负2 就不可以写成负8的3分之一次方 这个在标示上大家注意一下 标示上大家注意一下 它会有立方根 但是它不要直接写成这个式子 再来 那实数指数其实都跟它一样 就是说A大于0的时候呢 R是一个无理数的话 它是一个有理数列 而且逼近R 那A的r次方就可以用 有理次数的A的r次方来做逼近 然后下面的指数率 请注意这个很重要 指数率很重要 A的m方乘A的n方会等于A的m加n次方 同样底数A的时候相乘 它的次方会做相加 好接下来就是A的m方除以A的m方 的时候呢就变成A的m减n次方 同样底数相除 次方会变相减 次方会变相减 再来A的m次方夸号的n次方 注意哦这是夸号的n次方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m把它乘起来 变成是A的m乘n次方 同样底数 如果它的内外都有次方的时候 就把它做相乘 那后面的话就是说 如果A和B是两个不同的底数 它们同时有n次方的时候 就会等于A也n次方 B也n次方 所以相对的如果你是B分之A A除B去有一个n次方的时候呢 分子的A有n次方 分母的B也会有n次方 那当然这个B必须不等于0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所提到的这一些指数率的部分 尤其是负指数和分数指数 还有这个指数率这边 我们请同学特别注意 这是高一曾经学过的 我们做个复习 我们接下来就看到我们的2-1这边 我们看到2-1这边 2-1这边我们看到的是 关于指数函数的定义 在课本的75页这边 2-1的指数函数的定义 指数函数的定义 那过名思义呢 就是将我们原来学过的指数 设定成一个函数的形态 设定成一个FS函数的形态 来做一个讨论 那么就可以针对它的图形 去做一个描绘 针对它的一些性质去做讨论 好我们先看到它怎么设定的 假设A是正数 则对任何一个实处X呢 可求出A的X则 A的X次方的值 所以我们就写成X会对应到A的X 注意这个箭头我们之前强调过 这就是一个对应关系 一个对应关系 它就形成一个函数关系 所以我们就将函数F等于A的X次方 称为以A为底的指数函数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请把它画起来 以A为底的指数函数 以A为底的指数函数 那么 当A等于1的时候 1的X次方 1的任何次方 它都是等于1嘛 就是一个常数函数 就是水平线 所以这时候我们并不会讨论 A是1的时候 因为它水平线就没什么要讨论的 所以通常只讨论什么 A大于0 然后呢 A就不等于1 A大于0 A不等于1 大于0 它是2分之1 3分之1 4分之1 或者是2 3加4 5 这些底数 但是它不等于1 好 所以我们看到设定的指数函数的形态 设A大于0 A不等于1 则称函数 A多数 Fx 等于A的X次方 我们也可以写成 Y等于A的X次方 就是以A为底数的指数函数 所以注意 老师一直强调看到函数就要想到 它是一个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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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看到下面立体一这边 我们看到立体一这边 很快的做一个复习 它说Fx是2的x次方 是求F0 那F0当然就2的0次方 那就按照指数率答案就等于1 这很简单 那-4的话是2的-4次方 那根据我们刚才所复习过的指数率 会变成2的4次方分之1 所以变成是16分之1 注意负指数就变倒数 那这个负号会变成一个分号 2的4次方分之1 16分之1 好所以T的话变成2的T次方 因为你是一个未定系数 那x减1的话变成是2的x减1次方 那根据指数率的话 次方相减变成2的x次方 去除以2的1次方 2的x次方变成2的 去除以2的1次方 这样的一个式子 这样的一个式子 好所以下面我们说要练习这边 下面我们说要练习这边的话 我们一样就很简单的看一下 F0次方的话 就是变成是10的0次方 就是等于1 就等于1 那再来负1次方是10的负1次方 所以它负指数变倒数变成是10分之1 变成10分之1 那同理我们T的T加3次方 变成是10的T加3次方 那按照我们的指数率的话 T次方乘上10的3次方 所以它会变成是1000乘上10的T次方 我们把这个指数相加拆开来变成是两个同样底数的相乘 是10的3次方乘上10的T次方 好最后一个2分之T的部分的话变成是10的2分之T次方 那根据我们的指数率呢 它现在是一个分数指数 所以2次方写在外面 那分子的次方就写在里面 所以它就变成是 那平方根可以不写 就直接写成根号的10的T次方 根号10的T次方 那个平方根可以不写 这样了解了吗